如果說牧村之後 又誰可以產生主角的氣場 我就會說Ethan英明 單單是這個畫面 令到所有喜歡真骨雕和Karmen Rider的人 很羨慕了 師兄 自己是一個明星 但我真心喜歡這件事 加上整個氣氛就是要宣傳無名超人的電影 回到主題Ethan英明就生於1975年8月3號 47歲 很多人對Ethan英明就是當年TVB播出的可悅 當然我也不例外 當時Ethan英明飾演的仙奇大夫 傻奸奸 但永遠都不會放棄拯救任何一個人 而當中他跟仲川亨的一對一對決 我真的是真男人 之後我對Ethan英明最深刻是莫居於2012年的電影 《惡之教典》飾演的連實勝司 他拿起散彈槍不斷殺害他的同學 一個一個殺害同學 然後有一個同學記得有一個畫面就是 拿了一把弓箭 跟Ethan英明的散彈槍對戰 嘩是不是八次 一個弓箭和一個散彈槍 最後只有兩個同學成功就能離開 最後他就說 Let's go Partner No way will be found by us 我只能說Ethan英明已經是入獄三分 之後他飾演電影《第22年告白我是殺人犯》 他為了追查那個殺人犯 他的金句就算案件被人淡忘 真相被人散改 但永遠封塵之前一定要有人說出來這一切 然後Ethan英明在這個演出不要在這個病房念經 做這個醫生和尚 醫生應該用最大的努力去拯救患者 而和尚就是對身和死體看得很淡 而作為Ethan英明適應的這個角色 把這兩種元素加起來 令到整個劇集都很有趣 Ethan英明和塞剛的表現很精彩 那個精彩的位置就是塞剛雖然是一個很有技術的醫生 他不會做一些很小機會救病人的手術 他和Ethan英明的那種衝突 好像過去的司馬剛太郎和石川元的關係 是一個很有魅力的兩個角色 那當然啦 哇 原來是光頭都可以好型的 喂 醒了沒有你 不是光頭都很有型 而是因為他是Ethan英明 所以他光頭都是這麼型的 到了最新的就是燃燒霸劍 Ethan英明飾演這個莫苦時代的人 勤雜鴨 是一個天才的劍客 可惜他沉迷這個金錢和鋁色 最後被江田俊一飾演的土方水三殺死 如果說坐騰劍是非天與劍流 江田俊一就是這個天然理心流 鬼族 喜歡新選組或者沒有事的人應該就會很喜歡 最後Ethan英明用他最真誠的表情 告訴大家 只要有一件事你是很喜歡 你就應該想盡辦法跟他分享出來 可能人家會覺得你是白痴 傻仔 但是誰沒有傻過 到了今時今日的你 想起那個當年充滿熱誠的自己 喜歡的話可以留言、讚、訂閱 我是貴柴神的勇氣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有趣的事 等